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多个消息来源称 由于对滴滴赴美上市正在进行的网络安全调查 滴滴可能不得不重新调整其高级管理团队 消息人士称 滴滴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成为 联合创始人兼全球总裁柳青 和高级副总裁朱锦士 正在受到国家网信办的严格审查 他们在滴滴的8人董事会中 总共拥有超过50%的投票权 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 正在进行的调查旨在确定 滴滴违反中国监管机构的口头指示 强行赴纽约上市的责任人是谁 这行为被官员们定性为故意欺骗行为 这一调查结果可能会引起高管职位的变动 而滴滴公司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网络安全审查中 滴滴正在积极和全面的与政府合作 并且称市场对管理层变动的猜测是不对的 也是没有证据的 2012年创立滴滴的成为 拥有滴滴7%的股份 而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的女儿柳青 拥有1.7%的股份 而朱景氏则曾经是高盛摩根士丹利的投资银行家 在2014年加入滴滴之前 他增加了更多的投票权 这使得三人合计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权利 来做出关键决策 根据招股说明书 两位联合创始人总共拥有超过48%的投票权 滴滴的主要投资者还包括阿里巴巴集团 日本软银和腾讯控股 据消息人士透露 阿里巴巴董事长张勇和腾讯的总裁刘志平 都是滴滴董事会的董事 他们曾经明确的建议滴滴出行 推迟在纽约上市 滴滴在2017年向其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 授予了30亿美元的股票期权 相当于6670万股 作为激励计划的一部分 中国的监管机构 已经在滴滴的北京总部进行了数周的调查 包括每天在短时间内传唤中层管理人员 接受几个小时的询问 甚至在周末也是如此 滴滴在两三周前完成了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上的技术升级 以符合中国监管机构对数据收集 地图和用户隐私的要求 这是滴滴的整改措施之一 滴滴在全球目前拥有4.93亿年度活跃用户 在中国拥有1300万活跃司机 占据了中国打车市场的90% 消息人士称 调查人员的首要任务 是要确定滴滴上市决定中的责任线 并且修复滴滴应用程序中被认为的安全漏洞 调查人员的任务 不包括滴滴的业务重组或是改变所有权 这将涉及更多的资源和机构来管理 消息人士表示 这些都不是中纪委能够单独处理的问题 路透社上周报道称 滴滴正在与国有信息安全公司Weston谈判 以处理其数据管理和监控活动 作为其安抚国内监管机构努力的一部分 而华尔街日报则报道称 滴滴正在考虑私有化 但是滴滴目前否认了 关于他将把数据交给第三方 或者进行私有化的报道 任何将滴滴私有化的决定 都将花费数百亿元人民币来补偿已有的投资者 软银的愿景基金是滴滴的最大股东 拥有21.5%的股份 软银总裁孙正义表示 软银将在一两年内采取观望态度 等待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监管风暴平静下来 滴滴出行的股价截至今日已经跌至8.93美元 该公司在6月30号的首发价格是14美元 自从7月16号一个由中国七个部委组成的工作组 进入滴滴的办公室以来 关于调查的进展持续时间或覆盖范围的信息都很少披露 这加剧了市场对滴滴命运的猜测 Delta变体病毒的爆发毫无疑问 正在威胁着中国的经济复苏 并且引起人们对中国严格的封锁战略的成本担忧 中国卫健委称 在去年春天通过大规模封锁迅速压制新冠疫情之后 中国当局现在正在应对至少17个省份的新疫情 本周一当日新感染病例攀升至143例 是一周前的两倍多 虽然与美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字非常小 但是中国的零容忍战略意味着 当局正在采取强硬的措施进行应对 包括封锁住宅区和取消公共活动 经济学家说 如果他们不能很快成功的扼杀病毒 这些措施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上周北京说 它将推迟一个年度国际电影节 并且同时取消了其他几个大型活动 包括一些国际展览 北京在周日还暂停了 来自有新冠病例地区的飞机和火车进入首都 投行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 在过去一周将中国的全年增长前景 分别从8.6%和8.7%降至8.3%和8.2% 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学家表示 DELTA变种的更强大的传播性 和中国采取零容忍的方法表明 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新冠的复发进一步的蔓延 它可能会使中国的制造业产出紧张 导致全球供应链中断 这些供应链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中国提供电子产品 医疗设备和其他商品 中国经济的疲软也会降低 中国对进口商品的消化能力 由此影响其他一些国家的增长 尤其是亚洲各国 另外经济学家特别关注的是 新冠的再次爆发可能会抑制 本来就尚未复苏的消费意愿 加剧中国经济过度依赖 对美国和其他地区出口的不平衡复苏 牛津经济学院的高级经济学家Tommy Wu说 由Delta变体引发的封锁 将对中国的国内消费造成重大打击 旅游和餐饮业等接触密切的企业 将受到最严重的打击 数据显示 过去一周追踪到的100个城市的 交通拥堵情况开始下降 而8月初上海、南京和郑州等 6个大城市的地铁乘客量 与去年同期相比已经下降了12% 一家酒店管理公司的老板吉小翔说 由于过去两周客户取消了预定 公司已经退还了价值超过100万元人民币的定金 虽然当地政府没有对酒店业施加任何限制 但是许多国有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工作的客户 被他们的上级要求在未来几周内不要旅行 人们仍然普遍预计 中国的经济今年将增长8%以上 并且轻松可以超过政府的6%的目标 中国央行还可能释放更多的流动性 包括可能降低关键利率 以帮助缓解任何进一步爆发的影响 高深表示 如果中国政府能在大约一个月内控制住疫情 那么经济还是可能在第四季度出现反弹 但是问题是如果控制不住会发生什么 中国的疫苗接种率仍然落后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 虽然中国已经为超过40%的成年人口注射了17.9亿剂的疫苗 但是关于中国疫苗对Delta变体的有效性的质疑不断增加 一些经济学家的另一个担忧是 如果西方消费者在餐饮和旅游等服务业上消费更多 并且缩减购买商品的开支 那么中国在过去一年中的最大经济优势出口 在未来几个月可能会减弱 上周末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7月份的出口同比增长19%略低于预期 7月份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表明 由于新的出口订单降至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外国对中国商品的需求已经疲软 大多数经济学家预计 只要出现病例 中国就会不断地采取限制措施 尽管美国和其他西方经济体已经开始学会与病毒共存 中国前卫生部长高强则认为 中国不应该放弃严格的控制 与病毒共存是绝对不可行的 然而现在许多中国人更加担心的 是限制而不是感染的风险 一位北京市民说 现在的政策是高度不确定的 我担心一旦离开北京就可能再也回不来 中国电信在A股上市进入倒计时 战略配售结果显示战略投资者阵容强大 其中列于战略投资者名单上的Bilibili 今天宣布与中国电信签订了战略投资者分配协议 总投资额约为5亿元人民币 Bilibili称获配股数为1.1亿股 锁定期36个月 中国电信周二晚间披露战略配售结果 共20家战略投资者入围配售数量为51.83亿股 约占全额行驶后本次发行总量的43.35% 20家战略投资者除了Bilibili之外 还包括华为东方明珠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等 而另外两家中国主要的运营商中 中国联通早于2000年就在香港和纽约上市 后来又在2002年10月完成了A股上市 而中国移动在今年5月17号发布公告称 公司将申请于上交所主板上市 如果中国移动也顺利上市 那么三大运营商将在不久后齐聚A股 分析师认为随着中国电信在A股上市 将进一步稳固运营商的A加H两地上市的资本格局 同时也将为A股的通信板块带来更多的关注和资金 惠玉国际评级公司将中国华融一个子公司的评级 进一步下调至垃圾级 理由是对母公司的未来支持存在疑问 以及缺乏债务再融资计划 华融实业投资管理线公司的评级 从BB降至CCC 同时该公司不再处于降级的观察期内 惠玉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下调评级的原因是 其降低了华融实业的独立信用状况 原因是华融实业缺乏2022年到期的再融资计划 以及华融实业与中国华融的关系从强变为弱 关于中国华融是否需要进行资本重组的猜测 一直在涌动 华融上周详细说明了要剥离一些资产的计划 因此惠玉认为 我们无法确认华融实业仍然是中国华融的核心子公司 并且说考虑到母公司自身的疲软状态 对华融实业的任何支持都有可能来自母公司 从政府获得的潜在支持 彭博数据显示 华融实业目前共有90亿元人民币的债券 将在2022年到期 包括两笔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和一笔欧元债券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